高雄古山区汽车旅馆日前发生了双失命案 当时一对情侣入驻 没想到最后赤裸沉湿浴缸 尤其房间的饭店还有白色的不明粉末 警方当下排除他杀 但是持续过滤发现 当天分别有两辆车辆先后造访 后续全力追查 最后在其中一部曾经造访过死者的车上 查获了大量的毒品 现在警方也怀疑嫌犯车上的违禁品 恐怕跟酿成命案有很大关联 警方拦截围捕果然查获违禁品 两名嫌犯眼看东窗事发只能乖乖就范 毒品查气看似普通 但这对男女不仅车上藏有大量咖啡包 跟日前旅馆双失命案恐怕也扯上关系 因为命案发生前 两人曾开车前往造访 只有过没几小时命案跟着曝光 重新回顾这起高雄古山区旅馆双失命案 6号凌晨一点多 20岁宏姓男子带着黄姓女友 两人双双入住 原本当天中午要退房 却迟迟没回应 房务人员开门查看 赫然发现两人赤裸沉湿浴缸 房间桌上还有白色不明粉末 尽管排除他杀可能但警方持续过滤 76号凌晨分别有两部车辆先后造访 经过全力追查警方于当天晚上 在曾造访过死者的这对男女车上查获大量毒品 据了解这名科兴嫌犯曾有毒品前科 而死者房间的白色不明粉末 跟嫌犯车上毒品有无关系 还有待厘清 但倘若化验结果出炉 真的互有关联 旅馆双失命案势必将真相大白 接着高雄做报道 记者 杨犯伦 杨犯瞳